黄魔哥巅峰赛嘲讽梦内 只会韩信偷家啥也不是 结果真被偷家 黄魔哥彻底炸脸 真的撞成梦内了吗 作为被称为出生榜榜首的黄魔哥 不仅以一手国府城咬金让人佩服 而且国府嘴巴也是名不虚传 全网对线喷人堪称一流 上到知名大主播张大仙下到路人玩家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其中张大仙和陆左就让其闭上了犀利的嘴巴 这不最近估计是热毒锐减 在一局巅峰赛中 黄魔哥掏出边路旅布 在游戏打到七分钟时 一时兴起抛出问题给的观众 问起旅布穿的是哪个FMVP选手的皮肤 随即看眼弹幕 直接开启嘲讽模式 这辈子他也就只靠韩星通家 真的你吃这口啊 吃这口饭了真的 靠韩星通家那个画面吃一辈子的饭 他有啥实力呢 我再怎么不看KPL 我也清楚梦雷什么水平 梦雷有个什么水平 梦雷能不能打得过我都不一定 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 2019年的时候 梦雷当时还在意的时候 2019年梦雷还在意的时候 我当初跟那个 梦雷打过那个 兄弟们 打过那个 王者百姓菊 他在对面玩马超 然后我玩培青虎 他是打野马超啊 我是培青虎 我把他打爆了 我现在还有截图的 你们想看我可以给你们找出来 真的兄弟们 梦雷当时没有打爆 我当时就开心的发那个 朋友圈兄弟们 2019年的时候啊 被我直接打爆 直接打爆 知道吧 没跟你们开玩笑 直接打爆 我还把那把战绩 发到朋友圈呢 他玩的是马超 不得不说 狂魔哥是懂流量的 但也是真敢极限嘲讽 一般主播是真的躺得住 连同平台的梦老师 都不放在人里 要知道 如今梦雷不仅仅是主播 还是AG等中 最后更奇葩的是 就在狂魔哥一队大优势 冲进水晶 胜利尽在咫尺之时 对面打野飞 好似梦未附体 打穿下路 偷掉了狂魔哥一队的水晶 狂魔哥就犹如他自己 直播间的弹幕一样 瞬间炸 难道真的是梦魅吗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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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比赛 消心 一周 消息 静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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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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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报应来的太快了 虽然赛后看到ID不是梦雷 但属实是节目效果拉满 不知道的还以为狂魔哥自己找的演员吗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觉得狂魔哥和梦雷谁更牛 你们更喜欢谁呢